我们第一个洞马上要到洞口了 这个洞口非常的大 垂直有几十米 上面 看从这出去 我们要顺着这个大绳 然后从这爬进去 走 看看 看这石头 是绿色的 翡翠 不是翡翠是鱼 你看我脚底下那块石头 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 好多人都把这块错过 很多人进这个洞 只是就从这块路过了 都没看脚底下 这俩是这个洞 鬼宝 什么叫鬼宝呢 这是田与地 知道吗 看出来了吗 这是 是吧 就不多介绍了 你们应该知道 天与地 才有 看像不像 天 地 看到外面特别的冷 但是这洞里啊 特别的湿润 他们会洒一些的就是这种 他们这样 这就叫青壳 都长出来了 长得好旺盛 我们要在这进去 看 这地下根本没有路 特别的滑 一定要小心 越走越窄 但是越走越高 我们现在是往上攀爬 这块有个书井 特别的直 这里有几十米深 看不到底 动动动 这个树井 夏季的时候 它会发大水 然后直接留到下面 这个有几十米深 第一次发现五十米的 终于看到个五十米的 看看我们走这个 这又是一个神奇的一个地壳 你看到吗 看这边 地壳形成的 美不美 看这是要两个动物 刚才跪了 说笑一跳 哇 这边更神圣 哎呀 哎哟 你说这个笑啥 刚过来吓到我 这个是你们俩笑的动物 猛一拐弯 都是像个人似的 来来走 感觉像个梦 不是 你要猛一拐弯 你的灯光不够亮 哎呦 这啥玩意 特别惊欢一批 慢点啊 下来了吗 还没呢 没有没有 不是 你们两个 我们没有 我们是从那边转过来的 还要上去吗 对上去 我们要上去 他那个有什么感觉 太神圣 对吧 他 那一天是动也活了 那个胆子 他没有那种 干去形成 是吧 而且这边有那种信仰 看到吗 这个 这是地壳牙 牙齿所成的 这是又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地貌 太美了 走继续往里去看看 好 看看这地圈 这牙子漂亮 我不要呢 哇塞 这就是 神奇之处 这里还有一个洞 我们从这边过来之后 上次这么找人 等这块 你看这个小洞 小洞里面是什么 走 你进去看去 走 啊 下回停 好了 这还一个洞啊 哇 这个洞里面好大 它后面 好大呀 这个洞 但进不去啊 从这 从这进吗 看我们就在这后面过来 洞中洞 洞特别多的洞 看 这上面还有一个洞 看看 看看多大 看 咱们得从这个 从这个洞转过去 从这个过去 看了吗 它这越来越窄 这都是水 从刷而成 这洞里 别看这么大 空气特别的稀薄 知道吗 现在 海拔四千八百多米不爽 这个氧气也不充足 看这墙面 看 全部都已经入货 马上形成中入石了 看看 这块更神奇 像这 枪体 厉害吧 这种枪体 看看 哇 这边找个一个人 在过 看看这个小枪了吗 这这这 别说了 说也没用 哎呀 这是村人 看看这一线天 哇 哇 看当中夹了一个大石头 这个石头从何而来 厉害吧 这么上开 哇 看不到点了 哇 它当中夹了一个石头 我们顺着这上千年的古洞 直接往里走 走到了洞的尽头 让我们更为惊奇与惊讶 洞里有好多的人 好多的藏族朋友都在洞里 我们一进洞之后 豁然开朗 这个洞 垂直有几十米高 宽有几十米 让我们惊奇的就是 我们的面前有几尊大佛 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 路非常狭窄 我们前面大家都能看得到 最窄的地方只能容易那一个人过去 让我们惊奇的就是 这几尊大佛 身高都是几十米 到底是怎么搬运进来的 上千年的历史 被古人的智慧而惊叹 真的很不可思议 感谢观看